舒默宣布他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达成了一项协议 参议院将在26号 也就是特朗普弹劾案递交参议院的第二天 开始承担弹劾审理的仪式兴趣呢 然后众议院和特朗普的法律团队 将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提交预审简报 正式的审理最早可能将于2月9号开始 我们都想把这个厉害的级续放在我们的国家的历史 但治愈和平衡只会有真实和担心 而这就是这个试图会提供 国会山报22号报道称 民主党人正在考虑是否可以引用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 来禁止前总统特朗普再次担任公职 面对即将到来的弹劾案 当地时间22号 离任后首次公开露面的特朗普 在被记者询问下一步有何打算时表示 我们会做点什么但不是现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 民主党希望对特朗普进行快速审判 因为他们不想让弹劾审判 耽误参议院对拜登内阁提名的确认 而拜登显然有自己的计划 国会山报报道称 拜登22号暗示 愿意等到参议院下个月开始 对特朗普弹劾案的审判 理由是 这会让新政府有更多时间启动并运转 拜登还对参议院22号表决批准 劳埃德·奥斯汀出任国防部长表示感谢 奥斯汀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议方丈 也是参议院批准的第二名拜登政府内阁成员 面对眼下错综复杂的国内局势 拜登将维安工作放到了首位 华盛顿特区国土安全和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 罗德·里格斯21号表示 右翼极端主义将继续对美国首都及周边地区构成安全威胁 22号白宫新闻秘书珍普扎西表示 总统拜登指示其政府对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由于担心特朗普弹劾案审理期间出现骚乱 部分国民警卫队士兵或将留守华盛顿特区 此外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日前也向媒体确认 已经通过监控用户聊天记录 掌握了部分冲击国会参与者的个人资料 据报道脸书已经将这些用户的信息提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 社交媒体平台将私人信息提交给第三方 这一消息引发了不少美国网民的恐慌 质疑这一做法是否合法 不过从过往的报道看 这种侦查手段在特定情况下是被允许 且被美国各大执法和情报机关广泛使用的